所有的恩赐彼此需要 如果上帝给你医治别人的恩赐 不是为了让你以医治成名 而是为了让你跟身体其他恩赐 可以互相配搭 让身体的各个功能一同运作 不管你在身体上所属的部位 闲眼或者是不闲眼你都一样重要 如果上帝给你一个恩赐 别太兴奋 要好好去用 如果你的恩赐是教导就去教导 如果你的恩赐是医治就去医治 保罗列出了很多恩赐 他说要使用那些恩赐 别珍藏起来 不要藏起来不用 要好好地使用 在基督多功能的身体中 每一种恩赐都需要互相配搭 这样会帮助你守本分 上帝给你恩赐 不是要让你受到夸赞 或者是成名 而是为了帮助身体 所以要使用恩赐 彼此配搭